這過年快到了 許多朋友都要採買年貨 但是你到了菜市場去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菜價跌了 但跌得一塌糊塗 跌得慘不忍睹 跌到那些菜農們 他們連年都不知道要怎麼過了 你看現在的政府執政到現在 搞了什麼價錢 前些時候把菜價搞得那麼高 現在讓這些農民 連年都過不了了 斯蒂岡現在農民 真的非常非常慘 之前因為菜價 有人在講說菜價太過了 最近菜單已經跌到高麗菜 一顆10塊錢 什麼是10塊錢 現在台南有個阿伯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賣出這些高麗菜 因為他怕賣不掉 很緊張 因為菜也是不能擺酒的 一下過了就完蛋了 當然 所以他只好24小時 露宿街頭去賣這個菜 天氣這麼冷 他晚上還這樣露宿街頭 所以真的讓大家覺得 看了真的是很難過 多心酸 是 敢扣人這樣子過日子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但是這一切到底怎麼發生 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嗎 去年不是因為颱風重創 那些農業大限嗎 沒錯 重創農業大限之後 農民還是要復根 不然他怎麼維持生計 可是你復根的時候 我們的農委會在幹什麼 看這些港口他們在種個田 他們哪知道哪些東西會過量 哪些東西會過剩 哪些東西會不夠 當然農料署你要告訴農民 我怎麼知道別人在種什麼東西 我只知道我自己 在種這個東西而已 你們這些行政官員 根本是一群廢物 有什麼用處 然後我跟你講更扯的是什麼 之前因為高麗菜貴 結果他們還大量進口高麗菜 什麼 還進口高麗菜 我跟你講 光去年11月 你知道進口13600多噸 我問你一個問題 11月高麗菜 台灣本島的已經開始要採收 我們已經快要採收了 在採收 你又進口那麼多 你進口那麼多幹什麼 然後我們出口只有62公斤 什麼 出口才62公斤 是 我跟你講 你進口13600多噸 結果出口才62公斤 到12月進口比較少 1900多噸 我們出口也才100公斤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那你就根本把百名害死這些農民 然後現在你知道嗎 有些菜農委是有自尊心 我自己辛辛苦苦 種了兩個半月這些菜 你叫我一顆賣10塊錢 我當然不甘心 所以他們說 我還是堅持一個要賣25塊 三顆小的我可以賣你50塊 然後就他3000多顆 不知道要賣到什麼時候 到現在賣不到一成 你看阿伯多可憐 他就這樣用他的成本在賣 賣也賣不掉 我跟你講 當然台灣 還是有很多好心人 很多好心人一看 你這樣這麼多賣不掉 算了 我給你1000塊 不是故意刁難他 你買50塊的東西給他1000塊 他就說你不用找 1000塊直接給你 不要找了 但是因為人家很不好意思 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們做生意是要有尊嚴的 他還是把錢還給人家 他不願意收這個錢 但他也怕傷害人家自尊心 所以還特別呼籲 要跟人家對不起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 到底在搞什麼鬼 你怎麼會讓今天台灣的農業 變成這個樣子 我跟你講不只是高麗菜 過年我們大家都要吃魚 白昌現在一公斤要多少錢 2800塊 你在說笑話 這個是白昌還是 白昌還是黃金昌 白昌怎麼會跪到這種程度 一公斤要2800塊 我跟你講 比去年跪了 大概快1000塊 這太離譜了吧 你一支白昌 就要差不多3000塊錢 瘋了 這有幾個人吃得起 然後你知道嗎 民進黨的物價穩定小組 他在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林錫耀在民進黨 中長會上來講 過年物價很穩定 大家放心 不會有問題 這叫物價穩定 一隻魚一公斤要2800塊 我知道 這2800塊 只有這個蔡大總統他吃得下去 因為他有錢 他是公主 你們有錢你們可以吃 一般人民怎麼吃 簡直荒謬絕倫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林錫耀 馬上可能要高升了 因為總統府 總統府秘書長 不是懸缺於久嗎 現在林錫耀 可能要去接總統府秘書長 然後洪耀府民進黨的秘書長 要去接行政院副院長 誰來接民進黨的秘書長 就是我們愛吞曲棍球的段儀康 真的 愛吞了半天到現在也沒吞下去 你知道嗎 人家跑去問段儀康 段儀康還說 我跟你講 我如果曾經講出來 我曾經被諮詢過的位置 我可能會把你們都嚇死 表示他後來可能當很大 但是段儀康委員 你真的不要太小看我們台灣人民 我們早就被你們嚇了 八個多月了 誰會被你嚇到 你們民進黨荒腔走板 亂做的一件事情 做這麼多無厘頭的事情 搞得現在民不聊生 你覺得我們還有什麼東西 會被你們嚇到嗎 所以段儀康委員 你高興做什麼就去做什麼 誰管你 大家還記得 這酒品芝麻官裡面有一句話 好大的官威 現在這些綠色執政的官兒 每個真的是比大的 但是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可就可憐了 但說到那官威 其實蔡大總統再怎麼比 比不上誰 比不上金正恩 金正恩的權力跟威望 可是更不得了 不過金正恩最近左腳好像前了 究竟出了什麼事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近 終於又現身了 透過北韓 他們這個朝鮮中央電視台 影片公開播放 看到金正恩出現在世人眼前 可是注意看他的身軀 好像越來越圓 越來越腫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對 肚子越來越大 好像這個懷胎六甲的感覺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 走路好像一搏一搏的 左腳特別是上階梯的時候 很明顯有點歹腳缺了 你看到沒有 你看他右腳往前踏的時候 左腳好像跟不上右腳的步伐 再圈起來給大家看明顯一點 是不是左腳一拳一拳一拳 走路的步伐不太對勁 很多人就說一次的說 金正恩是不是救病又復發了 怎麼左腳又掰了 所以你意思說 他救病復發了嗎 因為他在三年前 2014年記不記得 最嚴重的一次 當時出席他阿公金日成 這個北韓中央追到金日成的 這個20週年紀念儀式 他率領所有北韓黨政軍高層 去追到的時候 你看 現場直播你看他 他走向主席來發言的時候 他是一搏一搏的 左腳這樣子一搏一搏的 然後在這一次三年前 2014年那一次追到 他阿公的紀念大會之後 他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消失了 沒有露面 但金平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兩個畫面當中你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都穿長袍 以前是穿著短的衣服 以前他穿著這個褲子 他的褲管這樣子 穿長袍在遮什麼東西 事故想要遮住他的 難怪只是天氣冷 天氣冷也不至於這樣 你看他旁邊的 有冷到這種地步嗎 就只有領導人穿那麼厚重的 這個長袍大衣對不對 所以你就說 這長袍在遮某樣東西 因為他在2014年那一次活動之後 有人說他好像金正恩 啟動了替身 金三月半 是不是因為身體胖到 又有人曾經講說 似乎他胖到已經被暗殺了 或者是已經掛了 所以啟動了替身 你看到 耳朵這個部分你有沒有看到 特別名字 這個是比較細長 你看這邊是比較肥論圓圓的 而且是黏在一起 這邊是已經分離了 這邊是黏在一起 耳朵是一個人一輩子 都幾乎不會改的這個特徵 我先不要講牙齒好了 牙齒他甚至還有一些禍牙 先不要講牙齒 你就講耳朵 這個狀況是不太會改變的 對 沒錯 所以一直有很多謠言事情 事實上胖是很困擾的 包括金正恩 包括人類 事實上不是只有人類而已 你看左邊是金正恩 你看右邊是狗狗 胖到你看他也是一百一百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動物如果這個體重過重的時候 折襲路來本來就已經 一波一波的狀況 就是根本沒有辦法支撐 那狗狗的身體 你看 這隻雞 就算是兩隻腳 你看雞也跟金正恩一樣 也是歹咖 雞也會一波一波 你有沒有看到 這兩隻狗看完之後 再看旁邊那隻雞也是一樣 跟金正恩一樣走起路來 一波一波的這個歹咖 似乎肥胖造成動物 普遍的這樣一個困擾 但是除了困擾之外 還會有一個身體上的警訊 什麼警訊 你看到這一個跟這一個 你認為是兩個人嗎 當然兩個人 不一樣 但是我告訴你 她們都是美國的一個女子 叫梅拉羅來斯 不可能 同一個人 這個是素前素後 當然也是減肥前減肥後 這個是你看到梅拉羅來斯 她曾經被號稱為半噸殺手 體重重到1000磅 454公斤 將近500公斤 為什麼叫半噸殺手 因為在9年前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她不小心在睡覺的時候 翻身把她的子子給壓死 然後來為了傳她出庭作證 還要把這個房子的門 和牆壁都拆掉 把她傳出庭作證 到後來證實說 那個子子是她自己的妹妹 也就是子子的媽媽 措手把她打死 她為了替妹妹頂罪 才謊稱說是她這個體重太重 睡覺翻車的時候把她壓死 真相大白 可是因為當時她不斷的 要被這個抬出庭作證 這件事情之後下定決心 讓她絕對減肥 減肥這個過程 尤其對她這樣的一個體重 快要500公斤的這個女子來說 這解起來很辛苦 非常的艱難跟辛苦 她除了接受胃繞道手術 還有除皮 然後還有嚴格控制她的飲食 跟運動之外 後來總算皇天不復苦心人 他減掉了四個自己 體重來到了200磅 只剩下90公斤 他說他還要繼續減下去 所以真的不簡單 真的減到剩這麼多 所以這也是後來他下定決心 把他身上多餘的墜落 把這個肥胖 讓自己的身體 不再有這樣一個健康的危機 看到肥胖這件事情 可能金正恩 他也要動個手術 身體才比較健康 可是我們說到這北韓 有金正恩的問題之外 南韓現在這時候 三星也出了問題了 不過有人就說 三星可是財大氣粗 連這政府 連司法單位 都不敢動他 之所以會這麼講 是因為三星的少主李在榮 前陣子他不是因為 涉嫌行會 普警會的閨蜜 吹噬石 現在考慮要不要羈押他 結果出來了 沒有羈押 沒羈押 我告訴你 你要知道全南韓人都在看 因為他是三星的少主 可是很多人早就已經預測 他不會被羈押 為什麼 有錢判生 沒錢判死 就這麼簡單 尤其在南韓 當然誰敢讓李在榮被押 因為全南韓人 都在看他臉色 連金正恩都不如他 怎麼說 立剛 我告訴你 今天全南韓的股市 光是三星集團 大大小小企業就佔了五分之一 只要三星一倒一有狀況的話 南韓幾乎倒五分之一 這麼嚴重 哪比金正恩 射一顆導彈還恐怖 對 怪會有政治力的介入 好 司法也許 無法拿三星少主李在榮如何 但是有一個叫金永哲的人 卻給李在榮狠狠狠的在背後 捅了一刀 怎麼說 他何方神聖 告訴你金永哲 他可是過去三星集團的 前法務長 他經報 他說其實你們想的三星集團 還真的有行賄這件事 而且他們還成立行賄基金 這個基金不是小金庫 是大金庫 因為有70億的台幣 供三星的高層 想賄賂誰就賄賂 70億這麼多 立剛 我告訴你 他們專門賄賂哪些 你別看南韓那些電影演的 那都是真的賄賂法官 政黨的那些 我們講的那些領導人 還有呢 而且是在野黨 執政黨 統統兩邊都押寶 還有記者 讓你媒體都不敢去 報他們這些 好 那金友哲這麼一講 看起來也就確有其事了 那你再去對照現在 李在榮他竟然還押 對不起 沒有羈押 對 把他發還民間的話 是不是讓人家覺得 連你前法務長 都不相信你了 是不是 韓國的司法現在到底 有沒有人相信呢 他到底是不是 我們講人民最後正義到防線 其實我從2000年到2004年 韓國光州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講 為什麼韓國人民 對南韓的司法如此失望 當時他們有一些 這些我們講的 聽障人士這些學生 竟然被他們學校的 校長和教職員集體性侵 你要知道對這些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李剛 他們本來就是社會的弱勢 而且又是學生 你為人師表 你竟然對他們下手 這件事情一開始 都被隱藏得密不透風 因為你知道 南韓他們這種 怪異的社會結構 他們是上層下層分得清清楚楚 互相包庇的 尤其男女又不平等 對 可是2015年 有正義之事驚爆了這件事情 好 那大家會問 下場無關 我告訴你 就兩個教職員被訪伴 而且還輕判 那就算了 到了二嬸 全部緩刑 對 這個明明是一個犯罪事件 怎麼搞到最後 這些人全部緩刑了 李剛 你聽到這 你以為就罷了嗎 沒有 還可以副職回去 繼續為人師表 那表是說要裝作 沒這一檔子事情嗎 那那些被親愛的學生 他們情何以堪 這樣子的人生怎麼過下去 原因很簡單 他是社會的弱勢 所以有人說南韓司法 似乎比地獄還恐怖 就像個熔爐一樣 不斷的在吞噬 社會的底層跟窮人 到最後失望的說 我對司法絕望了 我也不想再跟你們耗下去 太累了 你知道其實 之前在南韓的密揚 還發生了一件 讓全南韓的人 都非常的激憤的事情 話說當時有三個表姐妹 她們是衛山士人 但是因為不小心 不錯一通電話 陰錯陽差 被一些不良少年 又騙到了密揚士序 結果這三個表姐妹 竟然被一群不良學生 與少年集體性侵 從當年的1月一直到8月 因為對方還握有不雅的 照片跟影片 所以繼續威脅她 把他們當為禁卵 後來是因為精神狀況出了問題 他們的父母覺得不對 才將制止東窗事發 報警處理 你以為警察會成為人民的 正義代表嗎 結果呢 你錯了 我剛剛說南韓是一個 非常詭異的社會結構 那些警察 第一 你一定覺得 這種性侵害案件 要由女警出面做筆錄 或者是驗傷 或全派男警 沒有半個女警 而且在抽庭的時候 都是這樣光明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在眾目睽睽之下 性侵害案件 你要被害人二度三度傷害嗎 而那些檢察官 警察 法官 就這樣冷漠的旁觀 縱容這種我們講的 性侵害的二度與三度傷害 還沒 警察在做筆錄的時候 你看看那電影的片段 這電影算拍得保守了 其實真實的過程更狠 他們直接對被害人講 說你們真是蜜陽的恥辱 你們幹嘛來蜜陽 還繼續罵說 到底你們要不要配合我扳案 你們一定要這樣子這樣子 害怕扭扭捏捏嗎 然後痛罵他們 最後說好 我乾脆直接叫加害人 出來給你指認 沒有隔著變色玻璃 直接問他說 等於他們面對面 是不是他 他怎麼對你性侵 那個過程還繼續迷的 這已經是適度傷害了 好 最後立剛 你想不想知道 為何我說司法如地獄 因為這些人全部最後 他們抓到的 這41個可疑的 我們講的不良少年 全部被判無罪 唯一只有幾個 被判勞動服務三天 怎麼判這麼輕 而這判三天 還不是因為覺得他們有罪 而判三天 那是什麼意思 而是因為他們學校的師長覺得 你們這些不良少年被警察懷疑 而因此上報令學校蒙羞 什麼詭異的這樣的一個判決 好 大家想不早知道 這三個被害少女最後的下場 可憐 三個被害少女竟然最後 因為無法承受這樣的判決 無法承受這樣整個過程 的三度四度傷害 那些南韓警察 跟檢警法官的人 最後他們不得不進了精神病院 他們的父母還求精神病院 讓他們永遠關在裡頭 不要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父母說 他們已經無法 淨容於這個社會 即使轉到了衛山 轉到了首爾去求學 都還會被這些警察或師長 故意的把真實姓名給公開 他們無法做人 一出來可能就會輕生 所以我求求一也 也別放他們這些小孩出來了 你說在南韓 怎麼會有這種2017年 還有這樣奇怪的事情 我們看著南韓這個國家 你看到的是光鮮亮麗的 外表的城市 但是你卻看到那黑暗的人心的一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現在有時候你吃東西 不一定要到店家去吃 可能叫外賣 但是這外賣的這些外送生 他們的技術可了不得 現在很多人想說 在家裡面打個電話叫外送 外送他們都是用摩洛車道外送 可是他們送餐 其實還滿危險的 像這個 這個緊急車子 結果整個車子 就換整個這樣完美的落地 他差一點就可以停住了 對 因為他就是其他人 他太快了搶時間 結果碰到紅燈擊殺之後 結果前輪殺死了 後輪整個往上 整個180度落地 然後又給他封個87分 可是假設 人都落地了 人都落地了 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什麼 因為他就搶時間 因為外賣員 其實他們工作壓力很大 因為很多送餐的時間 你不能耽誤 還有一些餐點熱騰騰的 如果你送太慢的話 重量冷就不好吃 所以像浙江這個 他為了趕時間送餐盒 結果在左轉的時候 碰到黑色轎車 他要超車 結果撞上去之後 整個餐盒全灑 結果這個外賣員他很淡定 他也沒有受傷 就站起來 他還很淡定的站起來 好像沒事一樣 張望 但是其實他的整個飯盒 全部都毀了 你可能就會被公司祭典 甚至會丟工作 像這個 江西這個外賣員英春哥 他為什麼會在電梯裡面大哭 他看著電梯拿著手機 拿著他外賣的餐盒 然後他們多聲大哭 因為他到了這個棟大樓 這棟大樓他實際來不及了 他看他手上的APP上面的計時 結果那大樓太高高的大樓 每一層都停 用餐高峰時刻 每一層都有人停 所以他講說他完蛋了 他要遲到了 因為他們的規定是 只要你遲到被客人投訴 你可能到最後你工作都不保 最後這英春哥 真的工作就不保了 好 這個是他非常非常痛苦的一面 可是這個在上海 發現奇怪 怎麼有一個外賣車上 有個小女孩躺在那邊 還仰天 他怎麼了 然後旁邊路人看到之後 非常不冷心的時候 因為當時在下個細雨 拍攝張照片的先生 趕快叫他老婆拿一個 養傘給他把他撐住 讓他不要淋雨 結果到底是辦法去哪裡 媽媽呢 到哪去了 怎麼把小女孩丟在這裡對不對 為什麼 結果後來等了很久 他媽媽終於下樓院 他媽媽也是外送人 他送完外送的東西之後 回來把他孩子接走 他就問他 怎麼這樣子 他媽也不理就走了 後來他們巡線找到了 這一家快遞公司 原來他知道說 他爸爸媽媽都是外送人 他外公生病了 小孩等也沒人顧了 小白沒人顧 所以沒辦法 媽媽只好把他女兒帶出來 一起送外送 真的非常非常可憐 這連關將近了 趕快樂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有時候你要將心比心 體會他們一下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這快過年了 回家要看長輩 長輩如果80多歲也要建議他 走路小心點 但有個85歲老人不一樣 李奧 你看他畫面當中 奇怪怎麼這個人好軟Q 這阿伯好厲害 就像你整個腳上的人 套一個繩索 他是阿伯嗎 對 他就這樣一直往上 他真的是阿伯 他是一個85歲的老阿伯 老爺爺 結果他這種技術的正式 非常非常軟Q 還可以像猴子一樣 在兩處直接擺盪 這樣盪會不會掉下來 對 阿伯 拜託你85歲 比較小時候好不好 因為80歲老人跌倒 真的非常恐怖 就是阿伯可以爬到樹梢上 一個快速滑降 這很快 整個滑降下來 他這個動作真的完全 步出20幾歲小伙子 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叫做老大異狀 從這影片當中就可以了解了 休息一下 來揭秘 看到現在地球的北半端 都是這樣冰封的一片 軍方要在這些地方演訓的時候 他們該怎麼辦 勢力槓 戰爭不一定會跳在天 風和日曆的時候 有可能會在雪地裡頭發生戰爭 你有沒有看幾場重要的戰衣 都是在那冰天雪地 所以當然就要在訓練 軍隊在雪地的時候 一樣有戰鬥的能力 所以美軍特別 就當他們的坦克部隊 也一樣在雪地裡頭訓練 訓練各種狀況 模擬各種狀況 你看比如說怎麼樣攻擊 然後怎麼樣前進 然後你遇到一些特殊狀況的時候 你要如何反應 其實這都是必要的訓練 因為你如果不訓練的話 萬一哪一天戰爭真的開打了 等一下 你看 你看那戰車 對 他在裡頭 他偽裝到雪裡面去了 其實那也不單純是偽裝 因為你要想想看 有的時候可能一夜下個大雪 你真的就被埋在裡頭 也不一定 真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 這個時候你怎麼脫困 怎麼逃出來 當然在雪地裡頭 你要知道很多地形地貌 都是很危險 有時候那雪可能不夠硬 那搞不好你這麼重的坦克 一鍋就會陷下去 這個輪子可能會陷在裡面 是 那你要怎麼樣 趕快脫離這些險境 你看這一轉彎 你看坦克都可以這樣 坦克甩尾 甩尾 甩尾打滑 這麼重的東西都可以這樣子 其實非常重要 你看 他以為是頭蚊子低 對 這是裝甲車 實際上他們也是在練習 因為你未來在戰爭的時候 雪地頭 你真的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對 那同樣你看坦克 你看這是M1 A2 你看他一樣 他過彎真的在甩尾 時間上過彎甩尾 其實看起來滿帥的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滿危險 因為你一個操控不當 搞不好這台車就摔出去了 你真的不知道摔到旁邊哪裡 搞不好是個坑就掉下去了 摔出去這不是一噸兩噸 這是60噸的加穩 對 這六幾塊70噸的戰車 這非常非常危險 而且如果旁邊有 其他人或車的話 你看到他你就要倒大煤了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在雪地頭如何發炮 因為你重點還是要攻擊敵人 你如果沒有怕攻擊敵人 你就算是坦克也沒有用 所以他們當然要訓練 如何在雪地頭射擊 這一切都是會讓部隊更精實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 美軍已經是全世界最精實的部隊 可是美軍最近很奇怪 美軍一直在加強 他在全世界的部署 怎麼說 他之前就已經派陸軍 在波蘭 德國 他的裝甲旅去部署歐洲 其實現在好像沒什麼 急迫的戰爭氣味 又不是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 你要加強部署還差不多 對 他現在派去不知道幹嘛 但是你知道最近 他甚至派了300名陸戰隊員 他跑到挪威去 而且他在那邊待一年 等一下挪威的北方 不就俄羅斯了 是 那歐巴馬你為什麼要 你還沒幾天你就要下台了 你這樣部署到底是什麼意思 對啊 現在照理說 不該做這樣的大動作 對啊 他其實在亞洲這邊 也加強他的力量 他在日本 在昨天已經派了兩架F35B 已經先到日本去了 F35已經派過去了 是 然後接下來在這個月 他陸陸續續會派10架過去 然後到8月的時候 再派6架過去 老實講 你在一個即將現任總統 你這樣子頻頻做出這樣的軍事 是那個腰肌肉的這種動作 是 真的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你美國到底想幹什麼 還是你怕川普 未來會有什麼變化 所以你先把部隊部署過去 是不是因為這樣 當然川普到底未來會幹什麼 全世界都在等著看 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個人實在滿奇怪的 有的專家就用他的表情 來去分析 川普到底是什麼樣一個人 表情看得出來嗎 我跟你講 比如說他的一號表情 他大部分就是沒有表情 就是沒有動作 這是幹什麼 其實這要表示他是一個 有責任 有擔當有權力的人 我不會讓你 輕易的讓你看出我的破綻 所以他就通常用這種表情 面對別人 但有的時候 你要顯示更有霸氣的時候 就開始用那種生氣的表情 你看整個這樣面目 這樣扭曲起來 鎮定起來 這樣告訴你說 我不是好惹的 誰敢動我的話 你就給我試試看 然後再來 你知道他有時候會提起下巴 提起下巴幹什麼 就表示我是很堅強 我是很強悍的 你不要隨便惹我 你惹我的話 我就會給你苦頭吃 原來提下巴 然後你知道 他有的時候 又為了顯示自己 不是那麼的強悍 我沒有那麼嚴肅 所以他有的時候會 稍微一下露出牙齒 這樣微笑一下 讓你告訴你說 我有的時候也是有親和力 大家不要太緊張 我對大家也是很好的 但是有的時候 他更多的時候 其實是露什麼 不露齒的微笑 這兩個都是微笑 有什麼差別 你有沒有注意到 不露齒微笑的話 嘴巴會變很大 變很大幹什麼你知道 其實有專家去研究過 嘴巴越大的男人 越有領導能力 通常是這樣 很奇怪 他故意展現出來嗎 對 他故意要展現出來 我是一個有領導能力的人 我天生就是要來領導你們的人 然後縮下巴 就不是很好的表情 他說通常縮下巴的人 是幹什麼你知道 人為什麼會縮下巴 因為怕被人家攻擊 人家可能一拳要打過來 所以趕快縮下巴 要防禦自己 所以縮下巴 其實是一種 沒有自信心的表現 所以有的專家解讀說 其實川普可能在 有的時候不經意 會露出自己 其實是沒信心 所以前面這些表情 可能都是裝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情 他喜行雲色 所有的表情 都在他臉上面呈現出來 一個領導人物 又是那麼大的國家領導人物 這樣豈不是人家 就摸透他的心思了 是 所以這些專家 不斷在猜 包括他最後的誇張的嘴部 尤其他故意這樣子 為什麼你知道 其實就要告訴你 我在教導你這些事情 你要聽我的話 我就在訓練你 其實就是想辦法 要對方服從他 從這麼多的表情 去分析川普 可憐川普 很多專家認為川普 可能是一個 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強悍 可是內心可能有點脆弱的人 川普看起來像是脆弱的人 我們看著禮拜六 他上任之後拭目以待 但是我們說到 不要在獅子頭上拔他的鬆毛 要不然你可會招致嚴重的後果 但有人膽子更大 拍了獅子屁股一巴掌 那會怎麼樣 一開始的話 只是在動物園裡面拍照而已 結果這個29歲的拳擊手 他就在獅子後面 他想說獅子也沒發現 結果他竟然 好大的膽子 火了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 拍馬屁就很危險的 你竟然拍獅子的 結果你看 他那個旁邊的工作人員 馬上就把他隔開 你有沒有注意到 有工作人員又要被綁人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慘了 因為他少要被他給吃了 對 所以你就算是 身體很精壯 你是拳擊手 我想獅子跟你一巴掌 你應該還是受不了 但是野外有一些動物 人小志氣高 怎麼說 他的體型比我們人還小 可是他竟然有膽子 去打獅子的屁股 對啊 那就很奇怪 我們看到這個是 這個黑貝狐狼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就從後面過去 然後就這樣 透透噗噗噗 沒有錯 然後就給獅子扒一下 然後獅子就氣到 就馬上追他 所以其實才說 有時候要量力而為 這個獅子那麼兇的話 離他多遠就離多遠 可是如果在喝水 獅子在喝水 你也想要喝水 那怎麼辦 對啊 那沒辦法 就相逢 結果就過去 結果還好 這獅子可能也不餓 結果接下來這照片 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這獅子不知道為什麼 竟然一屁股坐下去 就坐在這一隻 這個黑貝狐狼上面 就是黑貝狐狼 很生氣 你有沒有發現 他那麼小隻 結果他竟然還有膽子在那邊 跟那一隻獅子在那邊咆哮 結果你知道嗎 最有趣的是 這個獅子 從一開始站著 到坐到別人 到別人兇他 他超淡定的 他沒有發火 他跟沒發生事情一樣 他一口就可以把這 黑貝狐狼給吃了 他隨便給他扒一下 這隻黑貝狐狼不知道 飛哪去 結果看著他坐到的坐墊起來 然後跟他胸兩句 他什麼反應都沒有 可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有時候像這一種 碰到這個動物的身體 末端的事情 有一些生物 真的會非常非常的生氣 然後我們看到 我們平常覺得很可愛的 這個五尾熊 其實也是一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就坐在樹 看起來好像很OK的樣子 是啊 結果這一隻不知道為什麼 就伸手出去 摸一下在旁邊樹上 這隻五尾熊 結果大家知不知道 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旁邊這隻五尾熊 很生氣 你怎麼這樣 拍摸過幾次 摸摸毛 摸尾聲 怎麼給我亂摸 他竟然就打他 可是問題是五尾熊之間 應該不會有這麼強的 形式反應 所以才說不能隨便亂碰 不然連脾氣休養 看起來很好的五尾熊 可能他都會很生氣 好 那我們講到 五尾熊可能我們大家 只能在動物園看 家裡有小狗跟小貓對不對 就沒想到這隻小狗 他突然覺得說 門邊有一坨毛球 他覺得很好奇 他就湊過去 然後就給他輕輕的推一下 就不推 沒事一推就完了 那哪是毛球 那是一隻貓 那隻貓可能剛好做這樣 只有露後面的一半屁股出來而已 剛剛看到畫面下毛球 來 大家仔細看 你猜這隻貓會做什麼事情 那隻貓氣到 來 大家有空趕快數一下 一下 兩下 三下 你剛才知道他到底打了幾下 他打幾下 他打了17下 動作太快了 我有一下一下數出來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先用他的左掌連環掌 馬上就把他打了12下 然後接下來 在這個兩手一起打了三下 右手不甘願又打兩下 所以才說 不管是什麼動物都一樣 你沒事千萬不要亂碰牠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其實特殊的畫面還有非常多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到這個天竹鼠 結果畫面上看見 有些士祖他就養了天竹鼠 結果就非常可愛 結果這兩隻天竹鼠 他們一起吃這個小黃瓜 看起來應該很可愛對不對 對 結果沒想到有一些就不要 什麼跟你一起吃 他獨下旁邊 對 他整隻就拿走 但是好玩的是 這兩隻天竹鼠 你都不知道他感情好還是不好 沒關係 這次你拿走 對不對 沒關係 我會記得 來 大家有沒有看見 接下來馬上交換 因為兩隻一隻顏色深 一隻顏色淺 應該看得很清楚 所以一看就看得很清楚了 結果沒想到下一次是顏色深的 這隻叫摩卡 竟然就換他就這樣拿走了 你就想說連哪個小黃瓜都會報仇 是不是 動物的世界其實也是一樣 非常的兇狠 我們看到國外 其實國外的天竹鼠也是差不多 因為其實這個全世界都在養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看 你不管是給他小黃瓜 還是給他胡蘿蔔 他都一樣 他都會整根拿走 結果大家就覺得 這看起來很像什麼 這看起來很像說 有沒有發現 然後接下來快使用雙結棍 有沒有發現 就在他身上在他臉上這樣打一打去 但是我們看到 也不是只有天竹鼠 好 我們再講回 我們家裡比較熟的 可能養天竹鼠的人沒那麼多 養貓跟養狗的人總很多 比較多了 對 但是的話 接下來這個畫面 這個媽咪應該是要餵一個小嬰兒 結果沒想到小嬰兒 好像愛理不理的 倒是旁邊的狗 非常的投入感情 有沒有發現 而且更有趣的是 他竟然還會學 那個小Baby的聲音 在那邊 好像要餵東西吃 所以他一直等著食物到他口中 他想媽媽會不會搞錯就餵給他吃 所以我們生活當中很多動物 你不要以為他都沒事 他其實很認真的在觀察我們 因為搞不好這樣 可以幫他得到一餐飯 動物界當中 居然有這麼多的一些 奇怪的行為跟舉止 但讓我們人類沒有辦法得知 但我們人類 常常要把一些影像紀錄下來的時候 這插那間的永恆 當然要用拍照的方式 才能記得下來 但是一拍完才發現不對 那團白白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拍攝者真的是目瞪口呆 當時一群年輕人看著天空 你以為那是月亮對不對 立方 看起來乍看像是 像 那是我們看影片 當地人一看就說 那不是月亮 也不是流星 那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就是像白色的光圈 滯留在天空當中 他也不會侵犯人類 但是他就一直懸浮在那邊 撐了好久 可是飛行器的話 如果是一般人類飛機 會往前前進 對啊 可是沒有 而且他在作目睽睽之下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這一定就是外星人的傑作 比方說他可能是飛行器 或者飛行器留下的一些 我們講的可能是這種 飛機雲 飛碟雲吧 可能 好 不只紐西蘭 在智利 剛剛看的是白色光圈 智利則出現神秘的藍色光圈 立方你看 這個我先問 你要用怎麼樣的人類的技術 可以做成這樣 但人類的技術 好像不會有這樣子的 藍色的光圈吧 你說在美國聖誕節 我還可能覺得有點啃的 這在智利 可是這在天上 很熱鬧的 他在伊基克市這個地方 好 我告訴你 那個光圈他也是一樣 一直在懸浮在那 眾目睽睽之下 好 結果後來記者就去問 請問這個智利伊基克市的政府 你們怎麼解釋 他說這應該是 他們在做時鐘投影 我告訴你 所有人聽了哈哈大笑 你去對照 紐西蘭的那個白色光圈 這兩個都認為 我們看人類科技應該很難打算 但智利政府竟然說 這是時鐘光影 倒影 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跟著槍詞多理了吧 請問伊基克市的智利人 有需要這種時鐘嗎 還有那哪個部分 看起來像是時鐘的投影 在挪威 不是有很多霞灣地形嗎 沒錯 神秘了 這些霞灣地形 你竟然會發現 其中有一個山極的天空 你剛剛出現了這個 完全失控的不明光影 你剛剛我先講 你現在看你一定覺得 同信員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是同信員在繞 完全真的是嘆為觀止 因為一開始是先看到一道藍光 焊地把它從山極中射出 接下來旁邊 就有很多那種環狀的 那種小型藍光在 像漩渦般的被它吸引 最後還好像那種 核彈爆破的那種 整個迅狀雲往外的過散 再看一次 一道光射出來 接下來這一繞 不是隨便繞 繞成了一個環狀 彷彿漩渦的破爛 接下來更神了 因為它的形狀不斷的在擴大 立剛 我告訴你 挪威這個事情 它總共持續了 10到12分鐘以上 這個持續這麼久 是 弄到挪威他們自己都無法解釋 國防部出來講話了 挪威國防部說了什麼 他說那怎麼辦 你總要安定人心吧 俄羅斯試射導彈失敗 那些光圈都是他露出的燃料 燃燒形成的光影 立剛 你覺得像嗎 不會吧 這有點弔詭了吧 照理說如果真的 試射失敗的話 應該是整個墜毀 會有拋物線出現的 沒關係 觀眾自有評論 但怎麼看 這都不像人類做得到的事情 而白圈你就已經覺得 這些地界外星文明 很恐怖了對不對 對 黑圈有的更令人覺得感到神秘 英國就有少女他 在頭頭一看天空 怎麼會有一個不明的黑圈 趕快用手機拍下來 結果人家跟他說 這可能就只是 昆蟲形成的形狀 怎麼可能 你這種神秘的黑圈 持續三分鐘 昆蟲都不亂飛 可是問題是昆蟲飛上天 他不可能停滯在空中 對 那到底是什麼神秘的力量 讓他形成一個圈 還可以持續三分鐘 好 在阿根廷也有神秘黑圈 這個他只持續了短短一分鐘 但是你去看他的那個形狀 他也是成一個中空的黑圈狀 對不對 對 沒錯 還有我先問 大家說可能是黑煙燃燒 怎麼那麼巧 他哪個圈不行成 他邊高島形成一個 這麼完美的一個圈 另外在哈薩克這個 持續15分鐘的黑圈 三個國家的黑圈不明 這樣子形成的過程 你看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 他比白圈又更難為解釋 講到這種不明的圈狀物 我告訴你 現在帶大家去看雲南 雲南有一個地方叫羅平 那邊有很多漂亮的油菜花田 是當地農民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但這些油菜花田邪們 怎麼說 他竟然怎麼長 都會成為一個圈狀 他會繞圈 立剛 他的尺寸 比英國的麥田圈還要大 我隨便講一個中型畫面當中 你看到這個 只是一個中型的花田圈 台幅是最大的 165公尺直徑 好 立剛 那我就問 這神秘的圈是如何形成 也許你會說 人為的想要促進觀光 抱歉 當地的人 最重要的錢來源就是花田 油菜花 對 所以他 油菜花 他絕對不能拿來做藝術 要把你收入就減少了 對 還有第二 你80萬畝 你哪邊不做 你偏要在這裡做嗎 第二有人就講 外星人的傑作 好 這真的是有可能 但是你總要拿出證據 是 好 結果當地的騎勞 出來講了 說什麼 其實是飛龍 我們這裡有飛龍守護神 而且他只要停留在那邊 就會形成一個 這神秘的環狀圈 而且還會有小龍在那 結果一些研究的專家 他就真的姑且一試去看 真找到飛龍的鳞片 所以也就是說 真的有龍飛到那賣 那個油菜花田了嗎 而且還會留小龍嗎 好 結果那鳞片一化驗 不對 那鳞片是花肝炎 只是風化很特別 怎麼會是花肝炎 形成了鳞片的形狀 好 那就不是 這些我們講的飛龍 那不是飛龍 再去調查發現 這每個油菜花田圈 中間都會有一個怪洞 這些專家冒死下去這些怪洞 看到什麼 他們不是說有小龍嗎 沒錯 結果一下去 領頭的專家馬上尖叫 真的小龍出現了 因為在裡頭看到了 兩條的這種不明生物 而且這個生物的形狀 就是條狀物的外皮 領著脫皮 他們這一看 那真的是有小龍 可是一脫出來 又有一點失望 怎麼說 是蟒蛇 蛇脫皮不是龍脫皮 好 講了這麼多 好 這些槍姐傳奇也好 外星說法也好 可是可能最後都被破解了 但我還是沒有講出 環狀圈是怎麼 莫名其妙形成的 對 沒錯 結果後來這些專家就講 我告訴你 就這麼邪門 不是外星也不是龍 是大自然的傑作 因為這裡是克斯特地形 而你看到中間那個洞 不是什麼龍棲息的洞 它叫熔洞 剛好你會發現這個圈狀 就形成了一個完美的漏斗地形 而中間那個漏斗的那個洞 就是熔洞 它裡頭都是石灰岩 雨水進去會沖刷 你有沒有看過洗手盆的塞子 一拿起來水會成漩渦狀 沒錯 水剛好就經過那個揉洞 往下流成的漩渦狀 就這樣摔 繞 就變成了一個圈狀 你在上面再種油菜 不就成為了完美的油菜田圈了嗎 神秘的地形 會有這樣的特殊的效果出現 但是我們說到 這小孩子出門的時候 你要不要隨便亂摸 摸完之後 人家爸媽可能會來打你 對 其實不管是我們的小孩的 或者是猴子的小孩也是一樣 不可以隨便玩弄 畫面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 英國女性 她其實叫做Long Ford 然後結果 她就在地上看到有這個 到底怎麼回事 她到底做什麼事情不對了 就原來是 她看到那邊很多猴子 她就發現地上有香蕉皮 她就把香蕉皮拿起來 然後就剩這個狗山納 她就要拐這個小猴子 結果這個小猴子不理她 沒想到一回頭 有一隻大猴子瞪著她 而且馬上跳到她身上 好像在告訴她說 欺負小孩是不是 所以下次就算是看到猴子 或者是看到人 不管哪一種動物的小朋友 你都要注意 都有大人在看顧 不可以隨便欺負別人 對 多恐怖 但是我們跟大家講到 其實也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有時候你如果不是欺負人 我去動物園逛逛總OK吧 那應該很好 這次遇到的是大猩猩了 就不是猴子了 來 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你看 這個看著猩猩的是一個小朋友 然後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玻璃藍色後面的話 有一隻很小的 大家不要以為他是小猴子 他是小猩猩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 兩個動物 兩個小朋友 竟然隔著這個玻璃竹窗 好像心靈交會 有沒有發現 牠們就一直這樣 玩來玩去... 我可以跟大家說 當我們觀察動物行為的時候 如果你要界定牠的行為 好奇 好奇到底怎麼可以界定 就是你可以願意重複一些無聊 而且也是刻板的動作 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就表示你的好奇心很強 大家贏不了牠們吧 一個小時 沒錯 就這樣可以玩一個小時 可是人類小朋友好奇心也很強 是啊 所以你才會發現 沒想到好奇心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界定 但是除了好奇心之外 沒想到猴子猩猩 數學能力也很厲害 數學 牠也略懂略懂 牠們也會 對 科學家就拿這個 Papu還有Rancis monkey 也就是我們講到這個 我們說到這個沸沸 然後還有橫河猴來做實驗 牠的實驗是要讓動物來 分別的東西是多還是少 利康 來 我先簡單做一個示範給你看 你看我拿一堆銅板出來 然後每個都是10塊錢 利康你這樣看得出來 這樣多少錢嗎 這樣子只有50塊 50塊對不對 好奇了 來 接下來你看 來 我問你有多少錢 這樣子還是50塊 還是50塊 你好厲害 因為你長大了 你知道嗎 有一些小朋友他就說 你的錢變多了 你怎麼變得教我 變多了 你只要把它弄開一點 你說整個面積範圍變大了 對 小朋友就會覺得變多 可是你知道嗎 這一招騙猴子 沒有 沒有 騙不成 對 因為科學家 他在電腦螢幕下 他比小孩還聰明 沒有錯 他可以把一樣的東西 他只是把它分散 你看起來就會覺得多 沒有 這個騙不了猴子 猴子他都知道 所以才會發現 猴子竟然厲害到這種程度 可是讓我們吃驚的 不是只有這個猴子而已 你知道嗎 澳洲也是鯊魚 好厲害 生了三隻小鯊魚 生三隻 沒什麼吧 聽起來很普通對不對 一般鯊魚生一隻到兩隻 在水族館裡面 那也很普通 普通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他已經五年 沒跟別人一起 五年自己孤家寡人 小孤獨處 五年生了小朋友 這樣對他怎麼生的 我知道 半夜時候一定有攻鯊魚跑進來 沒有 拜託 人家門禁森嚴 那種是 你以為鯊魚小鳳又鑽得過去 所以其實科學家 就很好奇去研究 目前得到的結論 竟然是說 他孤瓷生殖 就是他自己就可以生 不可能吧 那這個很奇怪 難不成雌雄同體 這個資料就沒有累積這麼多的數據 沒辦法分析 所以現在其實還不知道 他是怎麼樣辦到的 可是一樣讓我們吃驚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接下來的話我們還會發現 就是這顆 剛剛不是說 他已經五年都沒有跟人家奏會嗎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動物卻有趣 他三不狗席一直都有人跟他奏會 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畫面上這一團是什麼東西 你看 上面這好像一團白白的 然後迎風擺盪 這個其實我們直接跟大家講 也不掉大家胃口 這個其實叫海闊魚或是海兔 海兔走起來有那麼快的嗎 海兔不會走那麼快 而且有那個腳會這樣子嗎 海兔變異型 結果他底下長那麼多腳出來 你都不知道是這隻海兔海闊魚 爬到螃蟹身上 還是螃蟹想辦法 把這海闊魚弄到身上 你看這樣多好 你看遇到危險 我們一直在盯那他不高興了 他馬上鑽到沙子裡去 露出海闊魚在上面 所以其實這個感覺很像什麼 就很像寄居蟹 把海葵背在自己的背上 然後就可以有人保護他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發現 動物怎麼可以用這種方法 厲害到這種程度 但是我們講到 用這種方法隱形 你還要埋到沙子裡去對不對 來 接下來這個動物完全不用 他不用買到沙子裡去 你根本就看不到他 來 後面上有沒有看見 有一個東西 閃亮的藍寶石的光澤對不對 這個怎麼可能會沒有看見 但是很有趣的是 不見了吧 你看 大家剛剛眼睛眨一下有沒有 他就不見了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憑空消失 這個竟然是這個 哈利波特裡面的隱形斗篷 電視版 他有斗篷所以會消失嗎 他其實沒有不見 他還在 只是他披上了隱形 有沒有發現 對 就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客人在研究之後 他也不是什麼伎倆 他是真實的存在 原來是因為他身上有 特殊有序排列的構造 我們把它叫 光子晶體 奈米科技 奈米 這樣的奈米可以讓他變色 是 一般的奈米科技 他只是反射出金屬光澤 結果沒想到 他竟然可以反射出 我們肉眼看不見的波長 那不就隱形了嗎 你看不見 我看不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存在了 對 其實他還在 大洋底下的許許多多的生物 人類到現在 而不得而知 他們的究竟生物場的年代有多久 還有多少神秘的生物在那海洋當中 可是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 他裡面的機密檔案的資料 可不得了得多 但是當有資料解密的時候 我們從那資料當中 你可能就會發現到一些 跟我們台灣有關的事情了 像CIA現在有一份 1300萬張文件的資料 這個資料解密了 裡面有1968年 台灣附近幽浮事件 1968年台海真的發生了危機 而這個危機很多人說 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這邊 我告訴你 兩岸都牽扯其中 真的 原來是這個1968年的台海危機 跟UFO有關 什麼 1968年的台海危機 跟UFO有關 而且當時你知道嗎 這個是由CIA公布的 1300萬頁 就像我手上這個密密麻麻 這麼多的一個資料 1300萬頁等於1000多萬張 這個解密的文件 你手上這才多少資料 你想想看 1300萬頁可以堆滿 我們整個攝影棚 裡面有些地方 甚至把它塗黑 而不是板白 Mark起來 然後甚至把它這個 有的就擦掉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資料的也 有沒有看到 title也塗黑了 為什麼要塗黑 你明明就有鬼 你什麼東西 不敢讓人家知道 這些機密的中情局 超過半個世紀的一個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檔案 裡面竟然有記載 包括裡面的論文 情報 結果被人家發現說 還有1968年台海上空 有UFO的這個案例 有這樣的一個危機發生 而且當時這個CIA的 1300萬頁文件裡面 還提到 不只兩岸的軍方 都有人目擊 甚至在這個 大陸的江西 福建 廣東 幾乎可以說是在華南 也就是東南沿海一帶 就是等於面對台灣的前沿基地 這一個區塊 全部都目擊了這個東西 這三省 江西省 福建省 跟廣東省三省 有大多數的民間的老百姓 很多人目擊 而且不只是軍方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想像那有多龐大 那有多誇張 就是多浩大的一個現象 而且當時老共的飛機 據說出動了米格飛機 米格戰機 從新城的機場起飛 想要企圖去攔截 但是沒想到UFO的速度 比米格戰鬥機還快 米格機升空攔截了 不要說米格機 可能現在的任何蘇凱戰鬥機 或是殲-22 殲-20 F-22都可能跟不上 更何況當年的米格機 真有歧視 而且非同小可 CIA有紀錄 所以被記載在CIA的紀錄當中 飛機都起飛了 好 這個時候大家就覺得奇怪 CIA為什麼大陸在華南 米格機當年福建 廣東 還有湘西的這麼多的人都看到 然後戰鬥機 老共戰鬥機又追不上 CIA怎麼會知道 又不是發生在美國本土 而且你那麼說 剛剛那幾個範圍照理 都說在大陸的領空的範圍之內 對 你不要忘記 CIA在當時五六十年前 當時國府 剛撤退來台灣的時候 不要忘記當時美國 曾經協助國軍在馬祖 也就是金門馬祖 這個最前線的基地 在西局那個地方 設立一個西邦公司 而這個西方公司 就是CIA的 他的一個秘密的一個神秘單位 所以有一家民間公司 但背景卻是CIA 你來看這個 不起眼的這個地方 你覺得這是哪裡 這是在外島 這是在馬祖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西局的三海一家 這是當年西方公司 也就是CIA 他們化身為這樣一個船務公司 有幾艘一些破船 還有一些輕重的 一些資重的武器在那邊 然後那邊穿著這個 青天牌子的軍帽 穿戴了這個國軍的制服 要不然大家會以為說 他就不就是這個 前線的國軍部隊嗎 而當時他所有的這些 後勤補給 完全是隱瞞的 而且當時為什麼成立這個 西方情報公司 西方公司 其實就是花錢買情報 提供給美國 把這個CIA他們要交付 對這個國軍要徵收 大陸的一些情報 把它收集起來 透過我們這邊 西方公司轉到美國去 西方公司拿到了 這麼多的解密檔案 這麼多資料 裡面才會提到這個 竟然1968年有UFO 而在1968年 台海UFO危機前一個月 我們台灣的空軍 竟然密令我們 空軍戰鬥機的飛行員 不得再飛到大陸去 等一下 不對 禁止飛進大陸 前一年才空戰 為什麼隔一年後之後 飛機不能飛大陸 不能進去空戰 所以很多人才會聯想 原來看 不是要反攻大陸的嗎 反攻大陸 開始看到剛剛我講的那個 1968的詭異的台海危機 上空有UFO出現 所以是不是有人就聯想到說 1968年這個UFO事件 前一個月 空軍才命令說 這個進入大陸 禁止進入大陸 是不是跟UFO有關 所以難不成空軍 他們有所消息了嗎 但是也有一說 說當時老共整個 從前蘇聯取得了這個戰鬥機 先進的戰鬥機 越來越多 數量上逐漸扭轉 空優的這個劣勢 不再是由國軍的空軍所掌握 所以才會說禁止空軍的飛行員 進入大陸 以防我們受到損傷 但是這個台海上空的神秘力量 還是引起很多人的揣測 比如說1968年 我剛剛是說是詭異的一年對不對 但1968年前一年 1967年1月13號 當時發生台海著名的 113空戰 也是最後一場的空戰 當時四個國軍的空戰英雄 有包括蕭雅民 宗孝 還有胡士林 還有石貝波 還有一個楊敬中少校 當時是有一架RF-1動式的 新式戰鬥機 它是屬於偵察機 他到大陸去做一個敵情的徵兆 沒有想到 遭到了解放軍空軍的 兩架殲六戰機的攔截 剛好他的角度是 趕快要準備往台灣逃跑了 後來台灣空軍就準備 就出動了四架的F-1動式 趕過去救援這個RF-1動式 沒有多久抵達了上空了之後 就發現說RF-1動式正要逃跑 然後後面還有兩架 殲六戰機的追兵 後來當時蕭雅民就下令 把這個附油槍給丟掉 拋棄了之後 直接就下令開 按下飛彈發射 有韓尾蛇飛彈 雖然蕭雅民的這個飛彈發射 沒有發射出去 但是石貝波跟胡士林 尤其是石貝波 他比較晚起飛 他幾乎就發射了這個韓尾蛇飛彈 要去擊落這個殲六戰機 而殲六戰機 其中一架遼機被打掉了之後 另外一架掌機 剛好迎面而來碰到的石貝波 所以最後這兩架殲六戰機 據說都被擊落了 擊落了之後 這四架F-1動式 不就成功的要返航 伴隨著那一架F-1動式 五機編隊就是返航這個基地 結果沒有想到 無線電裡面傳來的這個 一聲 楊敬忠他竟然失聯了 因為當時蕭雅民 馬上要每一架遼機回報 你自己的位置 每一架都回報 就只有編號三號機的這個遼機 楊敬忠三號 他沒有回報 所以落地了之後 所以剛剛那牙牙醫生 應該是他叫出來的吧 對 當時很多人在講 是不是因為穿雲的關係 後來根據解放軍空軍 他們第二次試試 有一個飛行員叫胡壽根 他後來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提到說 當時他跟楊敬忠是一面而來 所以他把他這個用打對頭的方式 用機砲把它給擊落了 可是楊敬忠的同僚 十倍潑上位 他也有話講 他後來也接受媒體訪問 他說怎麼可能 兩機當時相對速度 都超過兩倍的因素 你怎麼可能用機砲瞄準 機砲不可能打得中 真的不太可能這樣打中 沒錯 兩倍的因素 但是到底為什麼楊敬忠 會哀牙醫生然後不見了 他們還是認為說 可能是穿雲就失蹤了 因為產生空間迷向 但是也有人講說 是不是因為楊敬忠 在返航的時候 被老公的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給擊落了 但是不管原因到底是 地對空飛彈擊落 還是穿雲空間迷向 然後墜海失事了 還是說跟UFO有關 到現在兩岸各說各話 成了羅生門之外 還是一個未解的彼團 看著那1968年到現在 已經49年的時間了 49年前發生的幽浮的事件 再來加上我們的空軍的飛機 在浙江的外海發生的 這樣空戰的狀況 可是說到這歷史這麼久遠之下 其實到了現在的空域當中 雖然人類的飛行機發達 但是怪異的飛行器 在天上仍然常出現 就像在法國去年的9月 出現了UFO 有人說 那UFO可是被閃電擊中了 怎麼說 有影像拍出來了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飛機有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雷擊 閃電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機體的關係 實際上電流會從外側通過 不會有害 正常的狀況應該是不會有害 可是問題是 你有看過UFO被雷打中過嗎 UFO被雷打中 你知道這是1月16號 在法國的山區裡頭 有人就在現場看到 一個UFO這樣穿出來之後 然後一到閃電直接啪一下 就打在那個UFO上面 所以你說閃電擊中UFO了 是 然後閃電擊中UFO之後 那個UFO好像就開始 變成盤旋那樣子 好像往地面開始要墜落 你看到沒有 UFO在那邊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現場還有人叫到 我的天啊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會覺得很害怕 因為那個東西看起來 真的完全不像是 我們已知的 不管是無人接 什麼飛行器 人類的飛行器都不是長那個樣子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被雷擊中之後又怎麼樣 可是因為現在在當地 完全找不到任何飛機的殘骸 所以也就是說 沒有看到墜毀的飛機 沒有看到它最後墜毀 那可能真的沒有墜毀 那也不知道到底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只能確定 它應該不是人類的飛行器 那是什麼 不曉得 所以有人就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募集 那個UFO被雷擊中的事件 但很可惜 這不是 你知道嗎 其實去年9月在法國的 同樣在法國的柯西加島 柯西加島當時就出現了 你看一到閃電過去的時候 一個UFO直接被擊中 因為被擊中之後 看起來它好像被擊中之後 就喪失了飛行的功能 開始往地面這樣墜毀下來了 好像被擊落 直接被閃電擊落的感覺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電流的光速過去的時候 到了那個光點的時候 那個光點就往下掉 而且再到那個光點的時候 變得特別亮 你有沒有看到 對 就擊中 表示那應該是有個物體 如果那邊沒有任何物質的話 怎麼會突然這邊發亮 那個電波不會在那個地方聚集的 對 所以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人類的飛行器 也沒看長的樣子 而且那附近沒有任何飛行器 經過了這樣的一個紀錄 然後也沒有任何一個飛機 或是什麼東西 到事後有說它失事了 所以它是不是真的一架 那個UFO就被閃電擊落了 到現在大家還是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可是看起來真的是滿觸目驚心的 我不知道外星人遇到雷擊 他們應該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 其實在大陸之前有一個 非常非常轟動的一個事件 因為當時太多人目擊到 這一個奇怪的物體 這是發生在1990年6月23號 當時你知道 從湖北到河南都有人看到 湖北到河南 這距離還滿遠帶 非常廣大的距離 他們看到一個大火球一樣的東西 就直接從西南往東北的方向 這樣一路這樣飛過去 速度非常快 而且鎮耳欲龍天空這樣轟動 你說他飛過去不是沒聲音 反而還轟動的聲音 然後後來他就直接 落到一個城市的一戶人家裡頭 他們砰下去打下來的時候 還把樹枝打斷 然後砸中了樹下面的一個腳踏車 那看來有殘骸了 是 有殘骸 然後結果當地的派出所 趕快派人去現場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結果一發生 照理來講從天空下來 假設是隕石或什麼的話 它應該是燃燒了 應該很燙對不對 是 沒錯 他們當時撿到那個金屬物體 居然是冰冰的 這個很奇怪 你這麼高的速度 空氣當中經過高速的摩擦 會產生熱能 但是他到地面居然是冰的 他沒有產生熱能 所以這非常奇怪 他到底是 他難不成跟空氣摩擦 沒有阻力嗎 對 這太奇怪了吧 因為以物理學來講 這好像不符合邏輯 可是如果沒阻力 他在天空當中 就不能看到東西往下墜落 是 所以他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其實當時人想法很單純 就想說 這應該是什麼飛機的殘骸之類 因為他這個長大概52公分 寬大概11到8公分 然後後只有3公分後 那他到底是什麼 大家一開始都想飛機殘骸 可是當天完全沒有任何飛行器 經過那個地方 沒有飛行器 完全沒有 那一架東西是什麼東西 是 那有人就在想 因為大陸不是有很多 航天設施嗎 是不是火箭的殘骸掉落下來了 你說火箭試射失敗了嗎 是 但是你要知道 當時大陸有三大發射基地 然後有三溪太原 甘肅 九泉 然後四川的西艙 甘肅 九泉跟三溪太原的 飛行路徑 根本不會經過河南這裡 只有四川西艙 有可能 可是不好意思 雖然西艙當時已經超過70天 沒有發生過任何火箭 所以就是說 三個基地都沒有火箭成空 是 所以也不可能是火箭發射 那是什麼 有人就想 是不是人造衛星 是不是人造衛星 有的時候會掉下來 後來有人就去檢驗 這個墜下來的物質 它到底是個什麼物質 本來想說 這是不是外星的 什麼特殊合金什麼 結果他們去檢測出來的結果 其實它是鋁美合金 鋁美合金 其實一般都用在航太用途的 對不對 這也是人類可以造出來 它到底是人類的飛行器 還是外星的飛行器 那就讓更加撲錯迷移 結果你知道嗎 怪事發生在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 你知道我當初不是說 那個殘骸掉下來的時候 砸斷了樹枝嗎 對 結果那棵樹一年之後 居然枯死了 怎麼一年後才枯死 它只有樹枝被砸斷 應該不會影響到身長 那樹枕照理說 不會受到影響才對 結果那個樹就枯死了 哪不曾碰到另外的物質 不曉得 是不是有放射線 還什麼不明物體 然後那一家的人家的男主人 突然開始生怪病 你知道他腦袋裡頭 出現大量的出血的徵兆 然後查不出來任何病醫 可怕到沒有醫院敢收他 後來是有一家中醫院 勉強把他收來 是 因為大家都覺得 他已經快死 一收進去馬上發病為通知 認為他已經沒救了 結果他當時就在迷流狀態 這樣昏昏迷迷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就夢到 有兩個白藝人來找他 這兩個白藝人身高快兩公尺 這麼高 然後皮膚是灰色的 人類哪有灰色的皮膚 沒有 看起來就很詭異 但這兩個人是誰 是 我跟你講 當時這個男主人 他的意識形態 就是他的姿勢水準 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直接想到 不是外星人 他想到是什麼你知道 他想是不是黑白無常 要來帶我走 因為我快死了 然後結果這個人 那兩個人就跟他講說 你跟我們走 結果他本來跟他們走 結果走到門口的時候 結果就想一想說 其實我在人間 還有一些塑形要處理 可不可以等我處理完 你們再來帶我走 然後結果那兩個灰人 那個灰皮膚人就說好 說什麼 就說好 沒問題 我們以後再來找你 就走掉 結果走掉他就醒了 醒了之後你知道 怪事發生了 他大腦出血的症狀 好了 沒事了 怎麼可能 就莫名其妙就這樣好了 你睡著覺瞬間就好了 所以那兩個人 到底是什麼人 人類的真的 組織恢復能力 也不可能那麼快 還是外星人知道 他們闖了禍 所以造成了這個人病變 所以特地在那天晚上來救他 可惜這個男主人後來 因為年紀大了也走了 所以這個事情的謎團 恐怕永遠也解不開 有許多的謎團 常常封在那保險箱裡面 有許多的謎團 常常乘封起來 久了人們就淡而忘之了 可是說到那中央情報局 流出來的資料 這1300萬份的資料當中 有93萬份資料 翻著翻著 你會發現到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那個計畫叫做新門計畫 新門計畫 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冷戰時期美蘇兩邊 除了軍武競賽之外 居然還在想從人類身上 找到超能力 用超能力者去戰勝對方 美國CIA最近解密一個新門計畫 最有名是蓋勒先生 這蓋勒先生 他當時做蓋勒的事件就是 他在一個房間裡面 外面全部用電池波干擾 然後另外一邊的測試者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對 這個圖就是當時 另外一個房間 他找了一個測驗人員 他隨手畫這些圖之後 蓋勒在小房間裡面 感應他畫的圖 自己又畫下來了 他感應到的畫面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測試人員畫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就畫圓圈圓圈這樣串起來 但是蓋勒他隔了這個房間 隔了這些可以阻絕磁場的 這些隔板 居然能夠也畫出 一模一樣的圖 對 他這個葡萄串的畫得 非常非常的像 但問題蓋勒 為什麼有這樣超能力 能夠感應到 對 所以他們認為說 蓋勒是有超能力 甚至他的超能力 還驚動到當時的卡特總統 卡特特別召見 卡特召見他的時候 蓋勒還當場在卡特面前表演 當時卡特跟他的第一夫人 請他吃飯 他就用超能力 當場把卡特夫人的叉子 直接把它弄... 就把它弄彎掉了 當然說他這好像魔術動作對不對 你說他居然可以把湯匙 給弄彎掉 對 就把叉子弄彎了 卡特當場就跟CIA說 這個人應該CIA要錄取他 最后斷 對 就把它弄斷掉 當時就說叫CIA錄取他 於是他就到CIA報告之後 我們要把叉子扳斷掉 他要花很大力氣 他居然這樣子搖 就搖斷了 對 他這樣子叉子 就把它弄彎弄斷了 他卡特說錄取他到CIA之後 CIA說還要對你做一些測試 於是他就當成表演手 他就坐在這邊 然後拿一個相機 把膠帶把鏡頭蓋蓋起來 就貼住 然後就跟CIA說你先拍我 拍完之後拿去洗 結果拍完照片洗出來 居然透過這個 就是已經被蓋上蓋子的相機 還洗出當時他住在那邊 微笑的照片 可是不對 蓋子蓋上的照相機 照理說光就不可能 進到底片裡面了 那不可能洗出影像的 對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的操練真的很厲害 另外CIA甚至把蓋勒 帶到了沙漠軍事基地 在小房間裡面 然後指定他跟他說 在百公里外有一個機棚 裡面有一個模型飛機的 一個大大的模型飛機 他用他的念力去移動 那個模型飛機 於是就讓他出任務 他出了什麼任務 當時美國跟蘇聯 在日內瓦要做現核的一個談判 當時他們特別安排他 住在蘇聯的談判代表的 房間的隔壁房 然後就跟他說 你用你的戀力去阻撓 去干擾這個蘇聯的代表 結果說很神奇 隔天要到談判桌的時候 蘇聯一進來之後 他就 他就是面無表情 而且精神狀況非常不好 在談判桌上講話語無倫次 當時就覺得說 犯了很多的錯誤 所以當時蓋勒被進了一個大功 當然也有人說 他常常忍 也有另外一派說 他可能是一個很厲害的魔術師 但是美國確實有 很殘酷的一些實驗 把人體拿來做一些實驗品 就像這個MKUltra這個實驗 他就想要把人透過藥品 然後控制人的大腦變成什麼 就有點像我們的活屍 把人控變成活屍 讓他自己沒有思考的一個狀況 對 就是變成說 你只聽從命令的這種戰鬥部隊 讓你去做很多上級要去做指令 而且其實很多這種化學實驗 都是用戰斧去做 可是當時美國居然用 一般不知名的民眾 其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網球選手 叫鮑爾 他因為晚年得了精神的疾病 去看醫生的時候 結果他的醫生被上層指示說 讓他打這些不知名的藥物 打完之後他們去觀察鮑爾 他的一些生理反應 然後甚至打完之後 派CIA的幹員 秘密跟蹤鮑爾 進入他的疫情 甚至CIA還會對鮑爾 進行一些指令 包括叫鮑爾 致殘的指令 所以鮑爾後期 他常常會跟他家人講 他覺得很痛苦 常常會有死神來 叫他做一些不願意做的事情 他能試圖好幾次的 要親身都獲救 其實他後來就說 發現原來CIA發現 不想讓鮑爾這麼快的就死亡 所以要慢慢試驗他 所以鮑爾是痛苦而死 我們看到CIA 他其實做的一些人體實驗 非常的殘忍 但是最重要的目的 是為了一件事情 為了情報 可是我們說到人 人受傷的時候 就要趕快醫療 劉德華在泰國拍片的時候 結果受了傷了 醫療專機把他送回香港了 但他的骨盆裂傷 可能會造成癱瘓 這次劉德華在泰國 因為拍廣告受傷了 結果送到香港的醫院去之後 發現我跟你講 就像畫面上這個樣子 居然陸院住了 整個弄了13個小時 後來醫生講說 你在這裡太嚴重 你那個骨盆有裂傷 腰椎 脊椎那個部分都有受傷 你會想過被馬踩到去 居然會這麼的嚴重 我要休養3個月 結果這個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曾經跟劉德華一起拍片的 這些導演 或是他們也就覺得很訝異 你知道嗎 包含到朱岩萍 朱岩萍你看畫面上面 曾經跟他一起拍過魚對不對 那個劉德華是真的 騎在馬上面 他的騎速很好 當時的馬術指導 都在講說 他真的可以騎乏 他的技術真的好 但是沒有辦法 馬是真的不受控 所以真的是一億人 一旦上了馬之後 什麼都要靠自己 這樣受傷 我們當然希望他 就越早康復越好 可是我們講說 大家都講說 那個馬匹踩在人的身上 那個一定很痛 你知道嗎 你下一個馬的重量 就500公斤 什麼500公斤而已 500公斤其實是一般普通的馬 可是你想想看 電影上面你自己仔細看 他們那個騎著馬之後 你看本來是騎得很好 你看騎士這樣重摔下來 先被馬頭給頂起來之後 有沒有 重摔到地上 可是那個馬還在繼續怎樣 還在繼續跑 你想想看 那個馬一般 不是只有馬而已 那個腳 不是只有馬的那個腳 他還有馬蹄 馬蹄上面還有釘子什麼的 那個踩下去說真的 很痛 你知道嗎 我舉一個例子 你剛剛有沒有被女孩子的 高跟鞋踩過 沒有 沒有踩過 我被踩過 你被踩過 但你想想看 一匹馬的重量 我們剛剛講說 你意思說就像高跟鞋 這樣子踩下去的感覺 重的馬最少將近一噸 你知道嗎 1000公斤的重量 就這樣踩在你的腳上 踩在你的身上 你不受傷 踩怪了 而且再來講 你再畫面看 這失控了是不是 這個騎士本來很好的對不對 這個馬 他突然把它往下摔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 剛剛那個畫面 是壓在他身上 人家會壓會被壓死 你現在再仔細看 事實上這些都是專業的騎士 突然一個起來 還給你跌下去 那馬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覺得專業騎士好痛 你再仔細看 這樣馬起來 我怕就以免後空犯 你知道嗎 就這樣整個人壓在那個騎士的身上 而且你再看 你知道馬的後腿 其實非常非常有力對不對 對 大家都 我們再跟大家講 千萬不要在馬的後面 再開玩笑 你看 那個小孩正把他想去摸馬的屁股 就是一踢 踢到 這個還好 你看他快踢到他的臉 還好沒有中你知道 這個也是 你看那個馬稍微一跳之後 那個後腳 我們隨便一貼這個下 騰空一起 所以那個重量真的 你看這個也是 這個慘了 我們真的跟大家講 兩腳全中了 現在在很多地方 都有那個馬匹 或者那個計警隊對不對 對 大家真的不要開玩笑 不要想說我從後面 給他拍一下馬屁股 讓他往前跑 我們再來看 在烏拉圭 烏拉圭有個半島 他們其實那時候 為了要紀念這個 所謂騎士牛仔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們就開始就是說 我們大家來照照起來 我們來馴服這個野馬 你以為馴服野馬很好玩嗎 可是我看畫面當中 這個野馬真的不好馴服 當然不好 你想想看 那馬匹本來所謂野馬 他就不是被人家給馴服過 跳 人本來坐在上面 就已經有 你要爬上去就已經很難 整個這樣一摔 你光看這個照片 就發現到 這樣倒塌塌塌的 頭落地可能會滑 如果他再給你壓下去的話 我跟你講這真的非常 切斷了就沒命了 沒有錯 所以你就看像這種競賽來講 說真的 我相信他們去的人 一定都是專業騎士 風險性也很高 否則誰敢去 但問題是 就像你看到畫面上面 這樣子的暴走 這樣子一直狂跳 真的很傷腦 你知道 講到傷腦筋的這件事情 其實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會發現到 藝人真的很難做 每次你要 你說一般跟道具演戲就算了 現在還要跟這些 動物相處在一起 所以你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的這個 你仔細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 電視實境秀的節目 叫做我們的法則 這個你現在看到畫面 那個上面其實是吳祁龍 那是吳祁龍 但是他不是坐馬車 他就是坐的是牛車 摔得吃草 我說真的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說 為什麼史進修要拍成這個樣子 居然叫他去駕著牛車 可是我說真的 牛敢有乖乖這樣 給你摸這樣 可是這摔下去很重 而且你再仔細看 其實牛有點不太受控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操控好 然後事實上 你看牛這樣動出來 他就整個這樣子給摔下去 而且你知道嗎 他本來吳祁龍 大家都知道他的肩上 本來是容易脫臼 這一弄下去 居然就開始受傷了 連當地人都沒有辦法 事實上他們在拍這個活動 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是比賽 對 這個叫做流牛比賽 這個比賽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要去駕馭這個牛車 所以你看他在這樣 你以為說這樣很厲害嗎 但重點是那些牛 其實有時候不受控的時候 你很麻煩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 你知道 我們給大家看 越來越歪 對 一般來講說 牛是農夫的好朋友 可是你這樣不斷的抽打他 他如果抓狂的時候 他不爽了 我跟你講他通常 我跟你講他會做出很奇怪的事情 包含到牛會撞人你知道嗎 你現在仔細看 你在騎到他上面 他就這樣撞 這些人一定有被牛抓過 知道被撞很痛 你看連人都跳到河裡面去了 是 剛剛講是撞人 你有沒有看到 牛去頂車子 他看到這部車不爽 那個車好歹也有個 一兩千斤重 那個牛千斤重就這樣 你看一頂就把它頂起來 比千斤頂還好用 但你想想看 如果他頂到的人是怎麼辦 而且我再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他只會頂而已 你有沒有看過牛踢人 牛也會踢人的 所以你要看 如果你真的不要覺得開玩笑說 我沒事走過去 給他撞一下 他一伸起來一踢下去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受傷很嚴重 我們看到牛這麼的恐怖 看到這些動物 跟人之間的這種互動 你要特別的小心 可是我們說到 現在這個時候 有迅猛龍的存在嗎 有人說真的有出現 因為迅猛龍的爪子 把一個女生給抓花了 迅猛龍的話 我們從俄羅紀公園第一集就知道 他那個爪子這樣 會開門 而且會把人開場破戶 非常可怕 但是大家以為 這個隨著 終生代的滅絕 已經絕種了嗎 來 我們看這邊 你說迅猛龍存在 你看 什麼 這迅猛龍的爪子 而且這麼粒的爪子 大家有看見嗎 這個爪子這麼的尖 這個是特別去磨破 還是它就是這樣 我們畫面看看 有沒有 真實的 而且在動 但是這個迅猛龍身上 怎麼看起來有毛 這到底是什麼生物 結果你看 他在幹什麼 我們之前不是說嗎 你給動物照鏡子 會出現很多有趣的畫面 對不對 但是迅猛龍 他是給你這樣捕好玩的 是不是 結果他就在照鏡子的同時 難不成真有侏羅紀世界 他就生氣了 我們等一下慢慢就看到 他到底是誰 你就會發現 我們大家過去 其實對這個動物 你知道嗎 竟然都熟悉 紅爪子 我們竟然都熟悉這個動物 但是從來沒有人注意過 他的爪子 你看他到底是什麼 這爪子太恐怖了 這個根本是食肉性的動物吧 袋鼠而已 不可能 這隻袋鼠 那個爪子 你看跟那個老虎是一樣的 怎麼會這樣 我們之前不是說嗎 袋鼠最可怕的武器 就是他的尾巴 還有尾巴撐地之後 他整個踹上來的那個腳 有沒有發現 真的是袋鼠吧 所言不虛 但是我們才發現 沒想到袋鼠 他竟然爪子這麼兇 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們現在是一個單面鏡 他其實 他以為他自己在照鏡子 所以他其實 對 他看到鏡子當中 跟他一樣這麼壯的 這個公袋鼠之後 他非常的生氣 就開始要跟他挑釁 要開始跟他戰鬥 好 現在問題來了 你今天如果自己一個人 就在野外 結果這個袋鼠 突然把你認成是一個公袋鼠 跟他搶地盤 你覺得會怎樣 他會不會攻擊 他是不是踹兩腳 然後你就飛走 你看他剛剛那樣子 那麼兇的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就講 剛剛不是說 袋鼠厲害的應該是尾巴 還有他這樣跳起來 就把你踹飛對不對 你不要踢到 你應該骨頭斷或者是內傷 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畫面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處理 立剛才你知道嗎 為什麼 全身 全部都是血字 他的血 而且來 畫面上 我們給大家看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傷口 立剛才你知不知道 他全身縫了45針 我問你 他是怎麼回事 大家仔細看一下 看一下這位女士 你看他的肌肉的線條 他是一個健身教練 他有練過的 他是有練過的 我們剛才說縫了45針 他到底是遇到誰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迅猛龍煞星 他遇到袋鼠 不可能 袋鼠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的這些撕裂傷 袋鼠怎麼把他造成的 剛不是才說 袋鼠應該一串的東西 飛走就好了 結果沒有 他是被別的東西割到 沒有 就是袋鼠 袋鼠不知道怎麼搞的 除了踹他之外 他手上的那個爪子 竟然就往他身上招呼 然後把他弄得這個皮開肉戰 而且他竟然 我覺得我看到這個資料 都覺得很震撼 他說那個袋鼠竟然要把他分屍一樣 不斷的要把他撕開 袋鼠會這麼殘忍 而且我覺得更誇張的是 他最後竟然裝死就不動了 袋鼠才放過他 所以我才開始很好奇 袋鼠是不是真的把他當作 是另外一隻跟他搶地盤的 很壯的一隻袋鼠 那我們跟大家講到 發生這個事件之後 大家就都非常害怕 結果沒想到還沒完 我們真不知道袋鼠最近是怎麼了 這跟最後邊界有沒有關係 沒有錯 有人的話其實就開始 奇怪 家裡外面怎麼有聲 結果後來剛剛那是單面鏡 這不是 這是家裡的落地窗 他們就想說 有袋鼠來玩 好有趣 結果什麼有趣 才發生那個袋鼠 要把健身教練分屍的這個事件 馬上 你看我們看見 他竟然就上來 他那個爪子 就用力的在拍打這個玻璃 可是這樣玻璃可能會破 家裡就是媽媽跟小孩 嚇得不得了 我才會發現說 原來袋鼠 不是我們在卡通上 跟在一些電影當中 看得好像很可愛 牠真的很兇 不過其實我們跟大家講到 這個兇的動物 現在很多動物都反常了 你看你知道嗎 山豬被豬撞 山豬被豬撞 聽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豬應該怕山豬才對 結果這山豬 其實是我們的演藝同仁 結果他在拍這個畫面的時候 結果他就到豬圈裡面去 然後這個 好像他要檢查一下豬的豬蹄子 結果沒想到那個豬不高興 一撞 牠整個人全身沾滿的那一些 可是 東西之外 整個後腦還腫起來 這麼嚴重 所以其實很可怕 但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只是那種 養在豬圈裡面 一般的家豬 應該是個性OK的對不對 溫渴才對 那你如果真的遇到山豬 那完了 遇到山豬就可怕了 畫面上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這其實發生在我們台灣你看 一隻山豬這樣在街上跑 結果 這個女學生進來 這麼小的山豬 對 你看 撞到整個人差一點要病鬼 所以才說山豬真的很可怕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過去原住民朋友 在打山豬 你是那種勇士 你才有可能打山豬 你不要以為是什麼石虎 或雲豹厲害 山豬才是厲害的 另外我們在其實外國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山豬 比剛剛那個又更大隻了有沒有 剛剛那個人好像是警察 還是什麼 而且你看 整個人被頂飛掉 而且其實山豬大家要知道 很多時候你如果打這個動物 特別是我們之前說 就算連鯊魚你打牠 牠都會嚇到會吃哪裡 對 山豬不會 山豬是越戰越勇的 你如果惹牠 你看有沒有發現 整個人撞過那個籬巴 都翻到外面去了 所以才說其實 你看牠剛剛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要扭這個山豬 所以你就會知道 而且山豬牠的戰鬥力 其實是非常強 我們剛才說 很多動物牠其實痛了之後 牠其實就會退縮 怕連鯊魚都一樣 但其實山豬不會 所以下次如果真的看到山豬 你真的要敬畏牠三分 不要以為牠很可愛 千萬不要想跟牠玩 到了野外去 許多的動物 如果牠仍然是有野性的存在 你即使看到牠的時候 最好近而遠之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看著現在人類 對於這地球的開發 你可以注意到 人即使走到了河中 走到了海洋當中 海底下 河裡面 常常還是有些恐怖的生物 在等著人類呢 你可能覺得 這是你很熟悉的場域 特別是對一個漁夫來說 這好像走廚房趕快 對啊 每天熟 一樣危機四處 來 大家有沒有在畫面上看到 畫面當中有一個 兇狠的掠食者 有沒有人發現 沒有 那個漁夫他遠遠的就發現了 看見了沒有 那不是石頭 那個很可怕吧 有沒有發現 一隻大概有四公尺長的鱷魚 我剛剛刹那間還以為是顆石頭 是啊 還以為是一個樹幹 然後就這樣飄過來卡住 這樣子看到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才想到 牠今天如果突然肚子餓 突然看你不順眼 牠突然要衝過來 真的沒有辦法 躲不掉了 所以說這個鱷魚 竟然會在這樣子 我們一般會覺得 這麼湍急的這個河裡面 牠竟然在裡面 很平穩的河流才對 牠竟然也這樣 怡然自得悠悠自在 但是我們看到牠 不要跟牠一樣悠閒 真的非常危險 進而遠之地還是快跑到 就算你是漁夫還是一樣 那我們就跟大家說 奇怪了 這個鱷魚這麼凶狠的生物 立剛你覺得牠會怕別的生物嗎 應該沒有好怕的 對 牠在自然界當中 那當然人有武器就很難講 對不對 不過其實我們講到 你如果說真的要有一些 怪生物的話 那可能是在海裡面 因為在海裡面的話 有很多我們未知的對不對 而且你不要講海裡面 我們光講海邊就好 來 你看 有人到海邊 你看就有個沙灘 不錯 有一顆石頭 然後牠就跟牠拍個照 結果這個石頭的造型滿怪 是不是上面長了一些 什麼藤壺還是什麼 有可能 對 結果立剛你知道這什麼嗎 什麼石頭 石頭 這是一個鱷魚的頭 等一下 來 畫面下有沒有看見 鱷魚呢 身體呢 鱷魚不是長這樣的吧 鱷魚就算沒有脖子 牠至少有後面的身體 還有尾巴還有腳還有手 為什麼只有頭 那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就很奇怪 而且有沒有看見 牠那個傷口嘴嘴嘴嘴 很整齊 是被人切的嗎 這看起來好像是 被什麼東西斬掉的 還是 看起來非常恐怖 某種巨大的生物 一口咬下去就把它切掉了 沒有錯 這個問題就來了 當然有一些鱷魚 本來就是鹹水餓 所以在海邊看到也還OK 沒那麼可怕 但是有沒有發現 是 剛剛那一個 我們從後面看 它有一個很齊的傷口 另外一個角落有沒有看到 感覺上有一個很大的缺口 難道那個生物的一顆牙齒 就是剛剛那個缺口的大小嗎 難道生物一口 就可以把鱷魚 失手分開了嗎 所以你意思是說 海底下就有巨怪存在 這樣子的話 這個生物就真的讓你可怕到 一個不可思議的狀態 大家當然就會說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過去的話特別是在歐洲 它其實很多的航海圖上面 都會畫上海怪 沒錯 我們大家都很好奇 當然我們從現在的角度來看 過去的人不知道 他遇到大王魷魚 他遇到鯨魚 他會把它認為是海怪 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看看 來 我們現在大家都已經 科學昌明了 我們也跟大家 龍永鳳節目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東西 大家覺得畫面上這一些 如果不是海怪或不是水怪 大家覺得是什麼 有沒有看見 這個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畫面 我們把它彙整起來 你就會發現 也不像那個 是 大王魷魚 有一些 對 都不像 而且有一些的話 這沒辦法解釋 是 好像一大團的形體 或者有一些甚至是長長的 然後很像龍或者是像鰻魚 在海裡面翻騰 但大家如果說這些都不夠清楚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更清楚 是 我們看一個更清楚 結果這個還好 這隻不大兇 這隻海怪體型不小 來 大家有沒有看見 有人在船上 然後從這個角度看 你剛剛你覺得像什麼 你看連船上都會拍到 這隻海怪 我覺得還滿有那種 尼斯武水怪碼頭滿身那種感覺 剛剛這個沖上來是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才在講河馬 河馬這樣子上來 你看他也是 這船如果被撞到的話會翻掉 是啊 他感覺上也是乘風破浪而來 我們要躲也必無可避 所以我們才說 你不管是我們未知的生物 甚至連我們熟悉的這些河馬 老師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現在這個河馬的影像出來 跟剛剛那隻看起來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沒有錯 所以剛剛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當然說 除了它有可能是一種 我們不熟悉的這個金豚類之外 它有沒有可能真的是海怪 不過我覺得運氣還不錯 它好像還滿溫馴的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海怪 或者我們一講怪物 大家都覺得很大隻 立剛小隻的生物也非常可怕 小隻哪有可怕這一件事 我們講到小隻 就爛掉了 對 就想要螞蟻對不對 來 外面上看到的是 這隻螃蟹怎麼了 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旁邊怎麼這麼多東西閃遮 其實是縮時攝影 結果大家知道嗎 那什麼東西 這一隻螃蟹運氣不好 它竟然遇到了螞蟻熊兵 然後大家就想說 螃蟹遇到螞蟻熊兵 還好吧 螃蟹不是全身都盔甲嗎 而且它外骨骼又那麼硬 我們要吃一隻螃蟹的時候 不算要喘起 煮熟的都還把老半天爬不下來 還要喘一些雞蟲這樣子 對不對 螃蟹就被螞蟻這樣子生吞活潑 就死了 這樣就死了 就被吃掉了 我們剛剛看到 這是一隻螃蟹對不對 對 立剛你知不知道 2000萬隻螃蟹都不夠螞蟻吃 來 我們講到澳洲 或者是講到聖誕節島那邊去 因為有外來種的螞蟻進去的時候 那個外來種的螞蟻 它的英文俗稱竟然叫做 Yellow Crazy Ant 直接翻譯就是黃色蜂黃的螞蟻 它竟然在這一邊 吃掉了2000萬隻螃蟹 螃蟹物種會被它這樣子吃掉 太可怕了吧 所以其實外來種 就算是螞蟻也非常可怕 講到外來種跟螞蟻 你有沒有看到 老師 黃色的這種外來種 這一隻有一兩公分大 我叫你比一隻螞蟻 你會比多大 這隻螞蟻可以到兩公分 兩公分很大 很大隻 大概我們指頭一截的長度 對 他咬你你都會很痛 所以才說 這種外來種的螞蟻非常可怕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 我們就看看電視 看看新聞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怎麼會跟你沒關係 淘寶都買得到一大堆外來種 等一下 淘寶可以買到 卻有人發現 你一些東西要進出口 都有一些特殊的 檢疫跟防疫的事情 但是現在把它裝在市館裡面 把它裝在一個貨箱裡面 然後這樣子就寄過來了 全世界各個奇奇怪怪的 螞蟻都寄過來 所以其實要告訴大家 螞蟻雖然小隻 可是兇險萬分 我們看到這麼恐怖的小生物 如果到處流竄的話 人類未來的生命 可能會遭受嚴重的威脅 但是說到現在 在亞洲地區 最容易遭受威脅的地方是哪裡 當然就是北韓了 因為北韓有個恐怖的領導人物 哪一個人叫做金正恩 放心 恐怖的領導人金正恩 金三月辦 最近可能是身體有違樣 果然你看到他 被公布出席的這個現身畫面 竟然是一瘸一拐 很多人就講說這個景象 跟三年前2014年 那時候在失蹤一段時間之前 他一瘸一拐的這個模樣還真相 怎麼又掰他了 手的步伐真的有點相同 而且你看幾乎看不到他的褲管 他的腳對不對 他穿長袍 越來越臃腫 越來越胖 而且他一瘸一拐 很多人就擔心說 是不是他染上了什麼神秘的怪病 是不是他的救病復發了 可是他年紀還很輕 是 可是因為2014年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他出席 他幾乎沒有出席他的爺爺 金日成的20週年紀念追悼儀式 對 沒錯 而且他出席的時候 他就算去參加的時候 他不是也是一瘸一拐的嗎 南韓情報單位得到消息說 他好像是得了一個神秘的怪病 有一個神秘的狼腫在他腳上 然後去做了一個狼腫 切除了手術 可是為什麼 時隔兩 三年 他腳又是一樣的位置 又是這樣子左腳 一瘸一拐的 所以難不成 狼腫又神秘復發了呢 難不成那個神秘的狼腫 又出現了 難不成這個 是染上的神秘的細胞怪病 然後一直沒有根治 然後導致他現在又變這樣嗎 好 其實有人在講 你看金三月磅 不過就是胖 肥胖導致他這個樣子 所以健康才會出現 這樣的一個警訊 甚至很多人在講 他的肥胖的特徵 我們下來幫這個金三月磅 這個金三胖 做一個全身的大體檢好了 你看他幾乎是沒有脖子 太肥了 脖子幾乎你看 很多眼尖的民眾發現說 他最近的照片拍下來 看不到他的脖子 脖子竟然消失不見了 對不對 你看他跟軍方高層 在講話的時候 切切事宜 看不到他的脖子 還有他的雙下巴 可以說是垂到了胸前 雙下巴變更大了 這樣講是有點侮辱他 但是事實上 你看他的這個狀況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後頸 後腦勺 你有沒有看到那雙下巴 對不對 雙下巴你看 非常的明顯 非常的厚實 已經對到這個 真的快到這個 他肋骨那邊了 然後你再看他後面的這個 後腦勺 後頸怎麼會有皺褶出現 真的 而且皺褶越來越多 專家說 尤其是情報專家 結合醫生他們是分析說 這種情況 是罹患心血管方面 比如說心肌梗塞 還有這個包括中風 糖尿病的這個機率是大增 再來你看最左邊那個手 脫著坐著 為什麼 他之前是在演講的時候 左手拿著膏子 右手不斷的這個 脫著坐著 長大15分鐘的演講當中 左右腳不斷的換重機 你有沒有看到他有點站不穩對不對 他不能久站 你有沒有聽到 他左腳 右腳 一直在換他的這個重心 所以再加上這一次 而且非常的不穩 所以表示他是不是胖到 他自己的腳都伸不住 他整個重量 據說他的身體健康 體重的指數變暗 已經超過40了 這麼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他幾乎已經胖到這種程度 大家就會很擔心 還有 比如說我們在講 他最近很奇怪 聲音也變了 聲音怎麼說 你聽聽看他的一個聲音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呼吸的次數非常急促 對 1 2 3是告訴大家 短短的幾秒鐘 就要換氣一次 你看 1 2 3 接著4 換氣一次 對 這是去年 去年新年的時候他還講 據說今年剛剛數4對不對 可是他好像才36還35歲 醫生說他的這樣一個健康伺服 已經超過50歲的年齡 他30幾歲 竟然是50幾歲的 這樣的一個年齡 因為他今年的 他的一個呼吸 一般的是4到6秒 講話就要喘一下 他似乎3秒 去年還有4秒 剛剛給大家算過了 今年甚至好像才過了1年 竟然少了1秒 今年已經講話就3秒 就要呼吸喘一下 頻率變得更頻繁了 而且他的那個講話聲音 有鴨嗓 就好像我們那種抽菸的 那種講話的那種聲音 喉嚨不好 嗓音非常重 好像變了一個人 日本的這個媒體 就比較毒蛇 把這個金正恩的面向 說這個多看出來他 就看出來他什麼 前而窄思為狹隘 沒有橫隙的雜草莓 鼻子想沒鬥志 口腳下垂 思考力欠缺 真的是不想活的 惹貓的金正恩 把飛彈丟到日本 對大家都沒好處 甚至最近也被人家發現說 金正恩似乎會敘服大法 除了越來越肥胖之外 還有發福 比如說這個耳垂 給大家看一下 圈起來給大家看 本來這個平順下 直接連在他的一個臉頰上 可是你看到現在沒有 既然這個耳垂 非常的浮大 有沒有看到 而且分離了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很奇怪 耳朵跟剛剛我講的這個聲帶 聲結的這個現象 這個聲音是沒有辦法模仿 會改變的原因 大家也不知道為什麼 難道他會開始去變了 他的身體的特徵嗎 還是說他有提升了 一輩子人都不能改變的特徵 竟然會出現在金正恩身上 也讓大家對金三月棒 到底他的健康 出現了什麼問題更加好奇 我們看到這北韓的金正恩 可以注意到 這全世界的穩定不穩定 其實也關係到 金正恩的健康不健康 休息一下 來告訴我們 常說這救人如救火 消防隊員在救火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些恐怖的狀況 在江西宜村 有一個住宅五層樓高你知道嗎 結果突然發生了火災 那個屋主一小心 還把房門給縮起來 可是這個火一燒真的很麻煩 你知道嗎 警銷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趕快就破門了 結果一破門進去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瓦斯桶盯好多會 你知道嗎 那個警銷一想說完蛋了 如果這個瓦斯桶 它爆炸的時候該怎麼辦 你看 正在燒 是啊 因為它開關也壞掉了 你知道嗎 居然有個消防員 他居然想說不行 這樣子太危險了 結果抱著這個瓦斯桶往下衝 消防隊員現在爆瓦斯桶出去了 他直接扛著瓦斯桶你知道嗎 結果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去爆火 他還在噴火 就是這樣把它扛到樓下 因為他很怕在這個地方 如果發生暴動的話 可能很難處理 但是我說真的 你的動作也太危險了吧 他們到外面去之後 才用水把它給沖洗 是 那除了這個事情之外 事實上在江蘇 江蘇也有一個 它是一個屋主 他本來在換瓦斯桶的時候 不小心操作不算燒起來 你畫面上面看一下 居然有人拖著這個 整個著火的瓦斯桶就真的跑 而且我再告訴你好不好 這個拖的其實不是那個屋主 不是屋主 因為屋主一看那個瓦斯桶燒起來 他整個金花絲做的 所以你說屋主落跑了嗎 不是 對面的鄰居 一看到說我的天 你的瓦斯桶怎麼燒起來 他居然很積極的跑過去之後 把他家瓦斯桶拖出來 跑了50公尺 你有想過這樣子 如果突然爆炸的話 是非常危險的事 全村都感激他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在那邊爆炸 死傷更慘重了 現在大家都叫他叫做中國好鄰居 這種鄰居真的好棒 但是真的好危險 對 講到危險的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北京朝陽區 他有一個長營的地鐵站 居然被發現到說 火會倒起來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因為他那個天然氣的瓦斯桶線 火焰衝天 這個火焰最少 你看那個人跟火焰的比例 4層樓 很高 不對 8層樓 他就這樣一直燒一直燒 而且你知道嗎 雖然火事後來 有慢慢的減少 但是我跟你講 後來動員了這個 19輛的消防車 才把這個火事給撲滅 但我也不太懂的是 怎麼會燒了這麼久之後 天然氣公司都不會想說 把那個天然氣給關掉 對 一般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你居然讓他這樣燒了 兩三個小時 這樣火一直燒 一直燒 你再看看旁邊的居民 還有你看下面那個人的 比例大小 這多恐怖的事情 你說真的 還好他只有在這個洩漏點的 這個地方燒而已 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先跟大家講 不要去嘗試 不要去亂學 你知道我們以前都知道說 把那個 如果把曼陀豬放到可樂裡面去 會爆對不對 沒錯 俄羅斯有個男子 他就想說我是戰鬥民族 我問俄羅斯好棒棒 你知道嗎 他居然把可樂加什麼東西 你知道 加那個液態瓦斯 什麼 他加液態瓦斯 他先把可樂倒掉一點點之後 然後把液態瓦斯 你先看那個畫面 你有沒有看見 可樂瓶變成火箭 飛走了 就這樣飛走了 你知道嗎 好 這個男子 我們要再講一次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請大家不要這樣子 在家裡去魔法 在戶外也不要這樣做 他先把可樂倒掉一些 然後他影片中 他本來先拿瓦斯 打火機那個瓦斯罐 灌完之後 他居然就把它整瓶這樣倒進去 好 你現在看到可樂是在最下面 可是沒有想他把它給翻轉之後 那個可樂跟瓦斯一融合 所以會這樣產生一個噴發的狀況嗎 居然就整個這樣噴上去 而且不只是這樣噴而已 你看他現在做另外一次的實驗 是你看這個可樂瓶 是這樣飛出去你知道嗎 對 後來他們把那個可樂瓶 給撿回來的時候 那個可樂瓶整個都已經燒掉了 可樂瓶都燒掉 那個都已經整個外面都變形 所以不是只有可樂噴出去 而是連瓶子都會燒掉 當然不是 好 在國外還有人講說 我怎麼沒在寄走 我們講冷凍槍很厲害對不對 他把那個液彈裝到瓶子裡面 這樣子看起來就像噴霧槍冷凍槍 可是他的溫度 其實非常非常的極低溫 你如果碰到身體說真的 你會受傷你知道 結果他就拿這個噴槍 來試去弄這個女生 你知道嗎 透過那個溫度 發現到真的有降溫 可是他另外做了一個實驗 是做了一個火焰槍 你知道火焰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很可怕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瓦斯桶 不是燒嗎 燒了之後 他居然想說 那我們來做一個矛盾大對決好了 冷凍槍可以把很多東西變冰冷 我如果拿火焰槍跟他對決 他這樣子對決多危險了 你畫面這樣看 再講一次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他要找一個女孩子 去拉著那個火焰的部分 把他給噴射出來之後 他自己拿的那個冷凍槍 就這樣子剁 你知道最後什麼 結果誰 誰輸誰贏 最後贏的是 火焰 冷凍槍 什麼 冷凍槍贏了 冷凍槍贏了 火焰沒贏 因為他包圍住了 把空氣給阻絕掉了之後 火焰沒有氧氣 就這樣熄滅了 我們看到這樣的畫面 看到這樣的場景 你可以看到在這畫面當中 也是一種科學研究的精神 但危險性真的是極高 不過最近你看看那天空當中 空拍機到處在飛 不過有人拍了影像 上傳到網絡上面 不得了1500萬人次在看 那看什麼東西 是 立剛 這個已經讓當地西澳的 姆拉郡的小鎮嚇到了 因為他覺得 我們是不是被駭客攻擊 其實他們就是登了 這樣的一段影片 你看先是一台車 這樣拉出整個瀝青袋 你知道看起來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後面一台車 再把碎石子這樣鋪上去 這看起來畫面滿震撼的 其實他們只是單純 就是要從小鎮鋪到 小鎮上的機場的一個公路 把它做一個鋪鋪用路 鋪這樣子鋪 對 你看 他這樣整個好像就在畫線一樣 直接這樣過去 你看那個碎石子 就鋪在立青袋上 非常非常快 所以因為他其實他們 整個圓面時間 大概長15分鐘 然後他們把 其實有一點快轉的這種 縮時攝影的方式 其實看起來真的讓人家 覺得非常賞心悅目 所以一個晚上 只有一個晚上而已 有1500萬人點閱 將近38萬次的轉發分享 有5000多人留言 我們鋪的馬路鋪好幾天 鋪不起來 人家怎麼一下子 就整個鋪起來了 看起來好像乾淨俐落 發發發 好像在畫畫一樣 跑一下就結束了 所以有的時候 這種從空拍機站看過去 那個狀態真讓人家 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感動 這真的是壯觀 怪不得那麼多人觀看 但是其實有一些 在一般我們看起來 好像是在做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你把它拍攝起來的時候 看起來那個畫面 就好像在拍科幻片一樣 怎麼說呢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一般都 你看這是在幹嘛 好像什麼大戰要發生了對不對 在直接出動了 好萊塢大戲對不對 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是在幹嘛 你知道嗎 可能是那個什麼 復仇者聯盟出現了 對 我跟你講 其實不是 這是在收麥子 這就是在收麥子 這是美國的大麥田 這不是可以復仇者聯盟 不是 這些其實是割麥機 然後這樣同時這樣出發 看起來非常非常壯觀 所以這 你會覺得 沒想到收麥子 這麼壯觀的畫面 還是那個什麼MAX 那個瘋狂賽車隊 什麼之類的 看起來像那種場景 所以看起來實在 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立剛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不是要 綠能發電嗎 那風力發電嗎 那風力發電 那個塔那麼高 那怎麼上去 怎麼上去清洗 怎麼上去維修 爬上去 怎麼爬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從裡面爬 而且那個高 他沒有辦法從裡面爬的 所以我跟你講 你如果沒有親眼看過的話 你會不知道 人家是怎麼維修這個東西 你看先來一台車 非常大的一台車子 然後開始升高了 你看 他就接近那個塔 然後你看 看起來完全這 好像在做什麼變形金剛 還什麼東西一樣的 看起來非常非常壯觀 然後他們就開始在那邊 就開始在升起來 然後就在 開始在清洗這個塔 所以這看起來好像在進行一個 什麼偉大的工程 可是實際上 他在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去維修清理這個 那個風力的這個塔 所以有的時候 人類的科學 這些東西真的看起來 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 覺得有非常有科技感的感覺 你看這個畫面 是不是看起來非常的震撼 有在那麼高的這個塔 然後直接這樣伸展上來 然後你就可以上去拆卸 維修這些東西 但是大家如果有沒有想過 在高架橋上面 如果你拍攝一個爆貨的場景 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你看這個是一個高架橋 它瞬間這樣棒這樣打下來 那好像 整個像是電腦畫出來一樣 其實這是真實發生 你看它同時爆貨之後 整個高架橋 就直接這樣碎裂這樣塞蓋 一個一個分段的 你看從橋處這邊 直接全部都掉下來 看起來非常的壯觀 非常的震撼 而且以前拆橋 可能都要拆很久 然後這個瞬間一解一下 一秒鐘之間 棒 整個全部都掉下來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有震撼力 說服力 我覺得這個人類的工程 日新月益 真的是讓大家覺得 非常非常了不起 但是我們也知道 中國它最近的工程 它在很多地方都突飛猛進 可是我們也知道 它的人口一直集中在上海 這長江口這個地方 那上海現在人口太多 已經太密集 每一根分道的面積越來越小 然後它的港口也開始不夠用 尤其它原來的港口 16米深的港口線非常的短 那他們現在就有個計畫 我要怎麼樣能夠增加 在長江口這個地方 我在創造一個新的港區出來 然後能夠讓更大的船隻 來停泊在這個地方 他們現在有人就提出一個構想 就在長江口這邊的橫沙島 我就開始在填海造陸 將來可以多出 100公里左右的海岸線 然後裡頭還可以有 20米深的海岸線 可以多出50公里來 這樣就可以停更多更大的 集裝箱貨船 然後它整個填出來的面積 本來這個橫沙島 只有49平方公里 它填出來的面積之後 會達到530平方公里 接近一個浦東新區那麼大 也是兩倍半的台北市這麼大 所以你看 它這樣一填出來 填出來這麼大一個恐怖的 這麼大一個面積 將近有新加坡1%的大小 所以人類的工程 真的越來越可怕 那中國大陸如果真的 這樣填出來之後 我相信對上海的發展 一定有更大的幫助 常說這狗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但是有時候 你為了一些效果虐待牠 這樣子對嗎 我們看很多好萊塢電影 狗明星好厲害喔 上山下海 就像這個拍攝過程當中 這個德國牧羊犬 牠被牠的訓練是 丟到這個場景是 他不要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 牠不要下去 狗狗奮力的緊張 非常的可怕 因為照腳本設定 牠是要跳下去 然後要救一個逆腿的人 可是拍過程當中 不是好萊塢這樣子虐待狗啊 對 這個鏡頭出來之後 旁邊所以才說 你就把牠丟下來吧 你就把牠丟下來吧 狗還是不肯下 你看 我打死我不要下 狗這樣打死不敢下 我絕對不肯下 然後就一直抓牠的訓練師 結果最後這狗狗 還是被訓練師一直推... 推下去 好 這狗在跳下去之前 還一直掙扎不肯 就是不肯下去 你看 腳還攀在那邊 對 攀住 又上來了 對 最後這隻狗 被推下去之後 目的激流 在拍攝幾個鏡頭之後